大家好,欢迎来到功夫者,我是朱奖玄妙 好,这次呢,我讲一讲这个杨氏太极拳,杨邦侯太极拳传下来的 它里边有一个十八字诀,也叫十八在 什么叫十八在呢? 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首先是咱们正常后的彭麗杰海狗靠 是吧,还有五星部 它的这个具体的用法 它是在哪个地方用,它是怎么用 具体在哪个点上,因为这个十八个字 十八个字,其中里边这个五星部和八法 它是十三个字 这十三个字呢,它用的点都不一样 这个可能咱们这个好多练拳的人 那太极拳的就是不太在意的事 因为一个劲一个样 所以用劲的点它也不一样 那有人说,比如说这个捧劲 捧个一几岸的一个捧 浑身无处不捧劲 说的这话有道理也没有道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在太一圈传承里边 捧劲 确实咱们说,身上都得有 那你这么说的话 驴 挤 暗 财劣 怎么靠 是吧 那你浑身都得有这八个字 都得有 是吧 你不只是得有捧 你又不是傻子 是吧 你要是身上整个人捧的话 那试想一下 是吧 你别跟蛤蟆似 你就是一圆球 天天鼓着 一打圆球 那也不计 好多人有这么理解的 就是说 一练就捧 全身就捧着练 你累不累 是吧 你怎么捧 你身上怎么捧 一练就捧 就是说 一练就摆出一个防御姿势 建了一个大城堡 把自己包围起来 不让对方进来 是吧 那你老这么撑着 你是不是耗气血 是吧 那万尔泰 万尔泰就是活的 虽然是捧字当先 但是每一个字都有具体的用 你练捧劲 找出浑身 无处 无处不是捧之前 你得先知道这个捧能念 是吧 后边 尤其是咱们后边的五行步 这个五行步呢 我们前进 后退 左后右盼 是吧 好多人就是往左 往右 往前 往后 好多人就认为 就是一个步伐的转换 是吧 我练在的时候 我往左一横 往右一横 是吧 前进 后退 没那么简单 真是说前后走两步 没事走两步的话 来你再练啥呀 那前进步里边前进前进后退 左左右 他们都有吧 是吧 就是他里边都有他具体的用法和练法 咱们这个这个具体的在 就是十八个字 具体在哪 怎么练 彭于解案 财劣主靠 这个进退 顾叛 中定 然后这个 这个中是中 定是定 还有个智 通 须 实 这样的话呢 这是凑齐这个十八代 咱们这个 把这个捋一下 咱们再打太极拳 尤其是咱们练推手 通过推手练劲 然后甚至铺装到散手 这里边我都一块讲 就是说推手散手里边 这些劲儿的一些 这个十八代的 你的一些运用的思路 我都可以慢慢的给大家讲 那咱们感兴趣的朋友 咱们一块了解一下 这个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